有同学问到Rawson的离散数学中的一个逻辑的问题 它是个证明题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很复杂的逻辑式 就是上面这一条 它是为true的前提下 请证明 至多在p1到pn的这个n个statement当中 会有一个是true的 好 为了得出这个证明 我们先来给一些可能对于这里的记号上 不太熟悉的同学解释一下 好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说以后同学们看到说pi 而这里的i呢 从1到3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指 你看一下哦 i1到3嘛 所以就中间一定会进过2 也就是1 2 3 那i既然旁边1 2 3的话 那么你的pi就会被替换成p1 p2 p3 这跟过去 如果同学们有学过sigma的符号的话 那个意义上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把它改写成是p1且p2且p3 因为你的i的范围是从1到3 这是一个简计的方法 那只不过说这个可能比较少在教材中看到 好 那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下这个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 我在刚开始看到这个问题时 会有一个想法是 这里有not 这里有not 会害我有点手痒 你知道吗 两个东西分别有not 中间连了一个or 这意味着什么事情 这意味着说我们或许可以利用到迪摩根斯肉 那迪摩根斯肉等一下我们会再用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这个复杂的 双重的这种且的运算 这个且的运算看起来也很复杂 但其实仔细观察下来 好像也还好 为什么还好呢 注意 这里的i呢 是从1到n-1 这里的j呢 是从i-1到n 有没有发现 j是至少从i加1开始 也就是说 j一定比i还大 既然你的j一定比i还大 然后你的i从1开始 j呢最大到n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这个东西 其实它就意味着 想要去收集所有的可能 这可能是指 i大于等于1 小于j 小于等于n 所以这里的 只双重这种且的运算呢 可以把它改写成 像这样的一个符号 而这种式子当中 notpi or notpj 我们利用到迪摩根斯路 你可以发现到 它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在这个符号里面呢 你会发现到说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or的部分会变成且 那原本这里有个not 那not你在把它搬出去的时候 这边的且会变成or ok 所以这就只是用到了一些 关于 迪摩根斯路的想法 好 所以这个题目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就是问说 这个东西 这一个式子 这个逻辑式子是 false的前提项 因为你看原本的 去说这个是true 这个是true的话 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true 那这整句话是true 这意味着里面的东西 是false的前提项 希望你去证明这个东西 但是一个句子你要说它false 可能比较不是我们所喜欢的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把我们原本的题目 做一个另外的改写 好 我们把原题改写为这样子 就是说原本它是希望你假设的前提是这个为true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为true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为false 这个为true 也就是这里面为false 那这里面为false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面为false 我们把它的true跟false的顺序做颠倒 如果我们把里面的这个statement改为true的话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说最多一个 最多一个就变成什么 变成至少两个为true 所以就可以把它改写成这样子 所以原本的题目就可以 就是说等价语区证明 这两者之间是等价的 那这两者之间等价 其实这样看起来就会显然很多 为什么道理呢 我们试着想一下 如果说这句话是true的 那既然这句话是true的话 这意味着说 既然是或嘛 因为它中间是all的运算 所以代表说一定会有某个i跟j 满足这个范围 使得说其中的一个pi且pj是true 那其中的pi且pj是true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就代表说pi跟pj同时是true嘛 也就是说在p1到pn的这个n个statement里面 至少会有两个statement它是true的 你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句子 反之如果在下面里面 有两个statement它们是true的 比如说一个是p3一个是p8随便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有个下标比较小嘛 那小的下标呢 我就把它叫做i 大的下标呢 我就把它叫做j 那你就可以保证说 一定会有某个pi且pj是true的 而你把这些statement 不管怎么样 不管其它是true还是false 取个all的运算后 因为我们知道all的运算里面 只要有个是true 整个就是true嘛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上面的这个statement 是一个正确的statement 就是这样的运算